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8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 壁股员债务违约被申请破产,楼市再受重击 香港取消 房地产调控措施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放2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月28号公布财政预算案 香港的财政预算案 那么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长2.5%到3.5%,整体通胀是2.4% 这个财政预算案有两个看点,第1个就是 马上取消全面撤销 这个房地产的额外印花税,还有买家印花税 和新住宅印花税,就是等于这三 这三个印花税 是2010年香港房价飙升以来陆续推出的这个税收政策 这个税收政策的主要是调控房地产 房地产 房价暴涨 那么他的税率是从15%到20% 香港人叫他叫辣招,辣招是对付房价上涨的辣招 那其实呢去年中国香港的房价持续在下跌 香港政府就没有 香港政府 一直在维持这个辣招,为什么呢 就拍马屁 中国大陆的这个辣招没取消,他也不敢取消 所以 就当年是香港政府想通过 增加这个购房成本来打击这个炒房客 一直房价上涨 但是呢 当时的房价并没有因此下跌 房价指数在2021年的9月一直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 但是去年的中国香港的房价开始跌 香港房价跌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加息 美国加息,香港是连续亏率,香港也跟着加息 不断的加,所以香港的房价就 持续的下跌 因为一加息,其实买房的成本 就上升 那么中间调整过一下,把这个买家印花税 和新住宅印花税 从原来的15%调到了7.5% 那么但是其实还是维持 所以香港猜想物业估价署 2月27号公布的数据 1月份香港的房价指数是306 那么连续9个月的下跌 那么比历史最高位 跌了23% 所以你看香港政府他到 到现在还维持这个 辣椒 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香港政府官员还是 看着北京的脸色 就是北京 北京没有说话,他都不敢动 那香港房价下跌导致土地 土地市场疲软 直接影响政府的卖地收入 去年香港卖地收入只有1940亿 只达到了预算的29.5% 不到30% 那这个 香港的戴德良行执行董事邓淑贤说 撤销辣招会让香港市民恢复买房的信心 但是房价要在美联储下半年开始降息之后 才会从低位回升 这是第1个 回不回升不好说,因为 因为成本还是很高 这个利率还是很高 他要 调整一段时间 这是第1第2 另外这份预算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赤字预算 香港从2019年第1次出现财政赤字 当年的财政赤字只有378亿 那过去5年 只有2021年有财政盈余 那么其实在港英时代,在香港回归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香港都是什么,香港都是财政盈余 那么结果最近几年就是出现了财政赤字 那么2024年他的财政收入是6330亿 那么财政支出是7769亿 那么赤字是481亿 那么财政储备 财政储备 6851亿 那么为了减少赤字 香港政府开始调整这个税收政策 那么个人所得税 减免,原来是6000,现在降到3000 那么第2就是收入超过500万的 这个 香港人有500万收入,超过500万的这个市民 他的所得税税率从15%增加到16% 那么商业登记费每年增加200块 增加到了2200,那么恢复酒店的房税 酒店的房税是3% 然后是香烟,又在香烟入手 一包原来是50块钱 现在增加到66 那香港现在 按照这个税率,香港最便宜的香烟 最便宜的香烟会超过100港币 一包香烟100块,抽不起 这是第1,第2 台湾和中国的代表,2月27号在金门就渔民越界捕鱼的事件 进行了第9轮谈判 台湾代表 台湾和中国的代表,台湾的代表 这个海巡署的副署长许敬之 当天上午就退房,坐飞机回台北 然后回台北呢去汇报工作,汇报工作下午5点,又坐飞机回到金门 继续他的谈判 那么双方谈了一个小时,但是没有达成共识 有消息说赔偿金谈到了140万人民币 台湾海巡署倾向与书面方式道歉 并且对使者作出赔偿 台湾海洋委员会主委 主委这个管毕林2月28号 在立法会上说 海巡署和中国的谈判并没有破裂 双方仍然在协商 双方都同意在有结果 之前不对外透露情况 两岸代表在金门台派的同时,解放军继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台湾国防部通报,2月28号有15架解放军的战机 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10架 飞越了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空域 是配合解放军的军舰,这个巡逻 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战机包括歼10,运8预警机和无人机 上一天就是2月27号有15架 战机,另外有11架军舰,11艘军舰 活动 其中有3架战机进入台海空域 台湾空域 抱歉 抱歉 那么今年以来,解放军平均每天有4到6艘军舰 在台海周边活动,那么2月27号28号 突然增加了很多 恢复到了去年12月台湾大选前的水平 国防部2月27号在基隆西北84海里 发现了一个中国气球,气球在 3300米的高空向东飘移 另外,解放中国的海警船和海尖船 继续在京夏海域 这个巡逻 海外海巡署说,2月27号有11艘 中国的船只在金门的周边活动 其中有一艘是2000吨的这个海警船 一般是 这个 2000吨 2000吨级的海警船 那么另外还有两艘船只越界进入了台湾的限制水域 这就是不断的做这种动作 第三 韩联社报导 韩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将于3月4号举行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为期11天 演习的项目包括空中突击,战术实弹射击 空对空射击,空对地轰炸 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模拟朝鲜核威胁的情景 增强韩国军队和美国军队 相互操作性 和联合作战的能力 加强联合防御的态势 韩国和美国正在加强他们的军事合作 去年3月到4月 韩美两军总共进行了23次 野外机动演练 这是第3第4 美联社报导 美国陆军正在进行重组 为的是更好的应对 下一场重大的战争,美国陆军重组计划包括 先裁24000人 那么这个24000人接近陆军总人数的5% 裁剪的主要是原来控出的一些职务 职位,原来控出一些职位一直找不到人 并不是 并不一定是全部都是这个战斗人员 那么比如说一些和反叛乱有关的职位 那么这些职位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期间 增加了很多,但是现在已经不再需要 与此同时陆军重组还计划在其他的岗位 增加7500 7500名士兵 包括防空和反无人机的部队 陆军在全球会成立5支 特遣部队 增强网络情报和远程打击的能力 美国陆军部长沃 沃穆斯表示 目前美国军方的重点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 以及来自伊朗和朝鲜的威胁 而不再是反恐和反叛乱的行 行动 所以美国陆军要准备好面对 更复杂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都是正规不对的 第5 美国总统拜登2月28号签署行政命令 防止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获得美国人的敏感信息 我们之前报道过现在已经deliver了 美国官员说中国俄罗斯收集活动的人士 收集活动人士 这个社会活动的人士 学者记者 持不通政见者 还有政治人物的敏感信息 并且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恐吓威胁 等恶意行为 行政命令保护七种美国人的敏感资料 包括基因组 生物辨识识别码 精确的地理位置 个人健康个人财务等等 以及敏感的政府资料 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 将会制定 比较高的安全标准防止中国俄罗斯通过 投资供应商 和供应关系等手段 来获得美国人的资料 美国卫生部国防部将会帮助确保 联邦拨款合约和奖励 不被用于帮助中国俄罗斯获得美国人的健康数据 美国电信服务部门将会审查 这个海底电缆的许可证 也会把美国人的敏感信息的危险纳入考虑的条件 第六 美国美西根州2月27号分别举行了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内 总统初选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获得了81%的选票 那么女作家威廉姆森获得了3%的选票 中央员菲利普斯获得2.8%的选票 那么还有14.1%的人不表态 那么在共和党 前总统川普获得78.7%的选票 那么黑力获得了21.8%的选票虽然川普 五连胜 但是黑力仍然坚实 那么黑力的支持者也没有放弃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共和党党内还是有一部分人 选择 选择不是川普的候选人 不一定选黑力 就只要不是川普就行 另外 路透跟IPSO2月27号发表民调 结果显示 政治极端主义超过了经济和移民成为美国最关心的问题 提问1 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21%的人回答 政治极端主义或者是民主的威胁 19%的人回答经济问题 18%的人回答移民问题 从各个政党来看民主党 44%的人最担心政治极端主义 10%的人最担心经济问题 共和党 90%的人最担心移民问题 无党派就是33%的人最担心政治极端主义 20%担心移民问题 提问2 谁能更好的解决政治极端主义 34% 拜登 31%川普 路透社认为这个数据表明拜登可以依靠反川普的选民 而不是他自己的支持者获得 大选的胜利 那么这项民调从2月23号到2月25号进行 第7 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旧金山法院2月27号开庭审理 中国芯片制造商 福建进华窃取美国 美光科技商业机密案 法院与政绩不足为由裁定福建进华罪名不成立 美国司法部说2018年9月开始 福建进华台湾联电 和三名台湾人共谋窃取美光科技的 商业机密 那么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起诉 福建进华和联电 美国商务部当时还把福建进华列入实体清单 禁止美国企业出口商品 软件和技术给福建进华 2020年联华电子承认窃取了商业机密 同时支付6000万美元的罚款 承诺协助美国司法部指控福建进华 避免美国控告更严重的经济间谍罪 去年12月美光科技和福建进华 达成了全球和解 所以他们各自撤回了对对方的指控 结束了彼此之间所有的诉讼 美光还是要中国市场 福建进华是国企 福建进华是2016年成立主要是生产内存 和固态的硬盘 是中国三大内存的生产商 它的技术主要是来自台湾的莲花电子 2018年美国实施出口制裁之后 福建进华曾经一度停工 最近福建进华协助华为生产汽车 监控摄像头的芯片 所以他又活过来 第8 山东省纪委阿亚12号发布消息 说昭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 这个组织调查 那么昭远是什么 昭远有个很重要的矿产 就是金矿 昭远有个非常重要的,山东金矿主要集中在昭远 公开资料显示王彦博现年52岁 他曾经担任海洋市的市长书记 那么21年的4月调昭远任市长 22年1月 这个出任昭远的市委书记 那么昭远是中国的京都,中国十大金矿中有两个是昭远 那么分别是夏天金矿和金陵金矿 那么网上有消息说 这个调查人员在王彦博的家中搜出了400公斤的黄金 价值两个亿 这个消息不能证实,不知道 但是中国贪官 的贪污的记录 不断的刷新大家的认知 第九 财神网报道 瑞银2月27号发布的中国股票策略研究报告指出 2024年以来中国的国家队 净流入A股的资金达到了4100亿 中国的国家队 去买股票 投入了4000多亿 那么国家队包括什么这个中央汇金,中投公司,国有保险公司 社保基金啊,包括这个 等等 这个瑞银跟踪了54 54只 ETF的超额交易 那么粗略加总 得出了4100亿的旧市资金的规模 那么所谓的超额交易是对于 给定的ETF每天交易金额高于 2023年每天的平均日成交量 超过20% 就算超额交易 那么把这个作为一个国家队买入的一个依据 那么今年的春节假期前 互生300ETF的1月4号 成交量突破100亿 那么1月18 1月22,2月7号,成交量都突破了300亿 说明什么 说明国家队进场 不断的进场买 国家队不断的进场买有意义吗 有意义,稳定市场有意义 但是从长远来说 国家队进场并不能拯救市场 如果国家队进场能拯救市场的话,那就要股市干 第10 婆婆社报导 中国证监会通知量化交易 高频交易的这个基金,停止接受新的资金流入 就是你们可以接受新的客户 而且要他们淘汰 这个量化投资策略 意思就是 量化交易就是高频交易 高频交易 原因是中国证监会认为高频交易 他的投资策略杠杆太高,容易引起市场波动 所以要他们淘汰这种策略 就是防止这个大规模的抛售,还是怕股市跌 那么2月19号量化交易基金 邻居投资开盘卖出了13亿的股票 那这本来是量化交易 这个高频交易的一个正常操作 因为系统自动设置 结果证监会处罚他 那么2月20号新上任的证监会主席吴清 公开谴责这个邻居投资 那么深户交易所对邻居也实施这个暂停交易的措施 那么2月21号证监会通知金融机构 禁止在开盘前 早盘开盘和下盘下午收盘 半个小时之内 你不可以进卖出 金融机构你不可以进卖出 你要进买入你可以买卖 买卖都行 但是你要买的要比卖买的要比卖的多 BBC在R26号采访了量化交易的私募基金经理D先生 D先生说量化交易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量化交易是市场波动的一个规律 那么他是用算法去自动严格的执行一个策略 然后获得一个超额的收益 所以他在特定的点位会触发 计算机的这种电脑的这种高频交易 所以量化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 标普有超过一半的股票都是量化交易 所以这位D先生认为证监会限制卖出的目的 是想稳定市场情绪 但是限制短时间卖出对于一般机构影响不大 但是你对量化机构来说基本上很难过因为他没办法执行 他的交易策略 所以这个影响是灾难性的 这种一刀切的限制 跟之前的这个教培啊跟房地产 差不多 就是 是 这种交易下来估计 量化交易的私募基金 应该活不下去如果这个政策持续下去的话 毫无疑问这个市场 没办法容纳这个量化交易的这个投资者 那么2023年中国业绩排前10的百亿级的私募基金当中 10名 10加百亿级别的私募基金 有8家 是量化交易 那你 不让他们进行量化交易,不让他们卖空 不让他们 净卖出 那基本上他们就不能够 存在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更多的投资者会离开,特别是机构投资者 会离开中国市场 吴清 也是个笨蛋 他和议会满 差不多 没有比他强,基本上你可以看这一通下来 议会满第2 11,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中国特使李辉 将会从3月2号起,就乌克兰战争展开第2轮穿上外交 李辉将会访问俄罗斯,欧盟,波兰,乌克兰,德国,法国 李辉是去年5月15号到26号 访问了这些国家 他最先访问的是谁 最先访问的是乌克兰 最后访问的是谁 最后访问的是俄罗斯 那这李辉第一轮谈判 第一轮穿梭外交没有任何的效果 那么泽连斯基都没有践踏 中国政府提出来 什么关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也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其他国家 其他 也被其他国家批评 另外 中国外交部还发布消息说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2月27号 在俄罗斯举行会谈 双方同意提升战略协作 深化务实合作 你跟俄罗斯深化务实合作 你怎么能去调解 这个乌克兰战争呢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搞笑吗 孙卫东说 中国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 那么 最好的时期那你去调解 有 有中间会有问题吗当然会有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外交部谁在管事 管事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两件事情 是冲突的吗 中国外交也是现在是乱七八糟 12 韩列社报道韩国统计厅2月28号 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韩国有23万名新生婴儿同比下降了7.7% 生育率只有0.72% 0.72什么概念 2.1% 才能维持人口的稳定 就是不多不少就2.1% 韩国跌到了0.72% 中国跌到多少中国跌到1% 中国是1% 这两个数字韩国新生儿 跟生育率 都是历史新低 韩国的生育率2015年之后连续8年下跌 跌幅不断的扩大 那么去年第四季度生育率是0.65 那么当时是已经跌破了0.7 韩国政府预测今年的出生人数 和生育率持续下降 所以推算 推算这个 今年的生育率整体的生育率会跌到0.68% 韩国去年的人口自然减少了12.2万 连续四年自然下跌 那么东亚国家的人口正在不断的减少 日本去日本去年 新生儿 只有70万 那么中国的新生儿是788万 那么减少了168万 好那我们讲讲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 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 毕国员债务违约被申请破产 楼市再受重击 债权人永恒信贷 叫Evercredit 2月27号 向香港高端法院申请毕国员破产 理由是毕国员没有按照合约支付 15.98亿港元的定期贷款 和 定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那么2月28号毕国员就此发布公告 永恒信贷Evercredit 是香港上市公司建涛集团的 全资附属公司 他在香港注册 建涛集团的主营业务是制造和销售 复铜面板 复铜面板是做印刷电路 那么建涛集团是2023年8月30号发布公告 他在2021年12月1号借给毕国员18.8亿港元定期贷款 那么双方约定分期偿还贷款 毕国员还 毕国员还了第1次 第1次贷款第1期贷款 3.19亿港元 那么2023年7月毕国员爆发流动性危机 之后就再也没有付过钱 本金也没付过利息也没付过 到了去年8月的30号 毕国员发股 配股 配股抵债 每股是0.77港元 按照这个价格 发行3.51亿 给建涛集团 这个抵偿这个2.7亿港元的债务 那么建涛集团就由此成为毕国员的第3大股东 他持有毕国员1.25%的股份 那股权全部都是来自这个债转股 那么双方8月30号同一天发布公告 公告说完成配股之后 毕国员还要偿还 15.98亿港元给这个建涛集团 双方协议 毕国员在去年的12月 偿还最后一笔贷款 那么毕国员去年10月没有支付一笔1500万美元的 这个美元债的利息 就发生实质违约 去年10月份 那么毕国员在10月之前曾经发表声明 说他已经无法支付所有到期的 境外美元债的本息 然后他就启动境外债重组 建涛集团是10月10号去年的10月10号 他不是实质违约吗 他就发布公告 说正在评估毕国员违约的影响 那么估计对建涛去年的损益会造成影响 那么当然毕国员没有意外的有再次违约 那么去年的12月毕国员没有偿还建涛集团最后一期贷款 建涛集团就不等了 不等去过完年 过完这个 叫什么 叫什么过完这个元宵节 就去香港 高端法院 提出破产申请 香港高端法院已经将这个破产申请的第1次庭审 的日期定为5月17号 也就是说 第1次庭审 5月17号 那也就是说这个毕国员跟建涛 在5月17号之前 还可以谈判 还可以谈判 谈判就是建涛撤不撤诉 当然这个谈判关键是取决于毕国员是否能够还债 15.9吧,就是16亿 能不能还给他 那么香港高端法院今年1月底做出裁决 这个恒大集团资不抵债 勒令破产清算 那么1月底 1月底刚刚这个毕国员破产 碧桂园去年 恒大破产 碧桂园是去年10月实质违约 他违约之后呢,他就聘请了一个是币马威 会计事务所 还有一个是盛德律师事务所 作为顾问 协助毕国员评估他的资本结构和流动性状况 制定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不过呢,毕国员的境外债重组 并没有像恒大一样 去美国先申请这个破产保护 申请破产保护的目的 就是防止出现 我正在谈判重组 还没达成结果 中间就有债权人跑到法庭去申请破产 就怕这种情况,所以通常会先去 申请一个破产保护,就是破产保护令出来之后 就大家都不可以申请破产 就等我谈成之后 再说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毕国员没有申请破产保护 所以他在重组的过程当中,建涛就申请他破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申请破产保护 是主要是为了债务重组 为债务重组提供条件 就是给他一个空间 毕国员是2月28号发表公告 他说 公司全力反对破产申请 他说如果公司最终因为诉讼破产 那建涛那个债转股 可能无效 他就威胁这个建涛 毕国员还说建涛债务在境外这个整体债务 这个占比很低 意思就是这个债不是主要的 他其实还有更多的债,就这意思 单一债权人的激进行动 不会影响他们保交楼 不会影响毕国员的正常经营和境外债重组的 进程 公司会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并且继续与境外债权人保持沟通 尽快的形成重组方案 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尽早的公布这个重组方案 那 路透社报道说 碧桂园的这个境外重组,最近几个星期 他的步伐突然加快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现在建涛去申请他破产 这个动作呢会让其他的债权人 重新考虑这个重组方案 那其中有一位碧桂园的美元债持有人说 碧桂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一会儿搞换这个顾问,一会儿搞这个,一会儿搞那个 浪费了太多时间 所以呢这个投资人失去了耐心,宁可让他去破产 那碧桂园本身呢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当中 第一他是头部,理论上来说他是规模最大,因为恒大已经倒闭了 破产 那 他应该是排名第1 他相对还是比较稳健的,只不过呢 碧桂园的最大的问题是他 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他的市场重点 都在三四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现在房地产 房地产目前最伤的就是三四线城市 所以碧桂园有问题,他的问题就是三四线城市 房子根本卖不动 碧桂园的回款就非常的困难 截止去年的8月 碧桂园的资产负债的情况是这样 他的总资产 是1.62万亿 总负债是1.44万亿 那么市场机构YY评级发布的 今年1月17号的数据,碧桂园的境外债 总共是780亿人民币 780亿,就是100亿美元左右 那么其中大部分的债券都已经实质违约 另外 碧桂园 至少有1000亿 流动性债务 流动性债务就一年之内 一年之内到期的这个债务 那么8月份 去年8月 碧桂园的销售额只有不到80亿 同比下跌了72% 一个月销售额不到80亿 然后从8月份开始 碧桂园的销售额 逐月下跌 跌到11月,去年11月跌到了61亿 到了今年的2月7号,碧桂园宣布公布的数据 今年1月份 碧桂园的销售额 跌到了54.9亿 就是55亿 同比下跌75% 销售面积56万平方 同比下跌81% 那你现在情况是 碧桂园现在面对的局面是 第1个 流动性负债超过1000亿 然后呢又肩负着保交楼的任务 那么以现有的,还有就是境外债 这头在申请它破产 那边在债务重组 以现有的销售规模,碧桂园没办法完成境外债的重组 为什么这么说 境外债重组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要能够发新的债券 发新的债券才能重组 因为 所谓的重组就是把旧的债 发一个新的债 跟它交换 新的债券有新的条件 周期更长,利率更低 然后可能金额还会少一点 那么所以呢,你要发新的债,才能进行债务重组 那发新的债,前提是什么 你有足够的销售额 你足够的销售额 你因为为什么,你发新新的债,别人接受这个新的债的钱 背后是什么 有销售 房地产必须有销售 那你现在闭谷员,你现在每个月销售跌到了50亿出头 50亿什么概念 以前的一个月 怎么知道有500亿,现在跌到50亿 一年你都不超过600亿,你怎么去进行债务重组 债务重组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碧桂园破产的结局 和恒大 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不过呢,碧桂园和恒大有一些差别,有一些不同 什么不同呢,政府态度不同 中国政府一开始 就没打算救恒大 这个早早的就把许家印 边控 早早许家印就边控,就不让他出国,不让他跑 然后就是软禁 软禁 都是防止他逃跑 所以 到最后刑拘,抓起来 都是捏住,早早的就把许家印捏住 不让他跑,因为 恒大是没有的救,因为第一规模的 太大,第二基本上他的资产 资产变现的能力太差,所以根本就没得救 那碧桂园呢是杨国强,杨慧燕妇女 他们的这妇女俩呢,比许家印就乖巧的多 早早的就开始各种演戏 卖飞机,宝礁楼,态度好得很 许家印的态度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他这个阳士妇女那不同,这个各种 各种表态 完全不一样 那正好政府也需要这个态度 你这个态度好 行 能活就活 基本上就是态度 所以呢房地产报道,中国房地产报 报道说 截止2月27号 碧桂园 进入城市房地产融资平台的白名单 总共的项目超过100个 春节前只有30多个 现在已经增加到了100个 广州公布的第1批 白名单47个 碧桂园有两个,一个叫云月阁,一个叫广州国际科技创新城 这两个上了白名单 白名单不一定就能贷款给你 但是你不进白名单就肯定贷不了款 但是这会不会改变碧桂园的这个债务格局呢 基本上 碧桂园能不能活下去 不依赖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只是 只是解决一部分问题 核心的问题是 闭国员活下去 靠市场销售 市场销售上不去,依旧是个死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香港的法院,一般来说 一家公司 你不能够还债 在任何市场经济的地方 你借了我的钱,你借了一块钱你不还,我都会去法院告你破产 申请你破产 当然中国市场不行,中国没有法律这不算 一般正常的国家就这样 你不能够偿付到期的债务 那而且 这个法庭一看,法庭接受一看你的资产 不足以偿付所有的债务 或者明显缺乏偿付能力 那法院就会宣布这家公司破产 恒大就是这样 恒大基本上就按着这个路走 那不过呢,中国政府呢就不想让这些像恒大闭国员这样头部的 大的房企 规模非常的大 不想让他破产 所以呢 所以在中国 这些大的房企 他们早就 他们早就债务违约,债务违约是以千亿为单位 债务违约 但是中国的法院不受理他们破产申请 这就是中国的 中国的法治 中国的法治 香港不行 香港的法院必须受理 因为香港毕竟是 毕竟是普通法管辖 不过呢,香港的法院跟以前已经不同了 他也受中国政府的管辖 至少这法官被中国政府管理 于是香港的法院 就拖延 拖延审理时间 用拖延审理时间 来回应 中国政府的这种立场 恒大 从破产申请 到审理 一直推迟审理 推迟了多少次 7次 7次 所以你问为什么香港会变成 从金融中心变成金融中心废墟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运作 已经不是按照法治精神来实施 而是按照中国政府的意志 来左右 当然恒大本来就没得救 地球人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 恒大没得救 香港高端法院 不可能不判他破产 但是香港高端法院 按照中国政府想要的时间 宣布他破产 那碧桂园的情况比恒大 好不了多少 如果建涛不撤诉 碧桂园迟早要破产 这个没有疑问 因为他现在的财务状况 一定还不起 他还不了钱,他没有现金 而且他那些房子卖不动 所以 而且肯定不会有人借钱给他 所以他肯定会破产 当然还有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就是中国政府还有一招 就是逼建涛撤诉 为什么建涛可以逼他,因为建涛的场子都在中国 这有点像谁,这有点像那个 郭董 郭董的场子在大陆 让他退选 他不退 他不退就开始查你 建涛也一样的问题 你的场子在大陆 中国政府就可以拿捏你 但是 要让中国政府做这件事情 碧桂园愿意付出多少代价就不好说了 碧桂园是要付出代价的 碧桂园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是不是足够的代价呢 不知道 那中间的利益 中间的利害关系没有人知道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么恒大破产 恒大破产其实是一场金融海啸 本身就是一场金融海啸,你想一下 他的几万亿,几万亿的债 追到底,往上一直追到底都是银行 都是银行的钱 那你这个钱等于就是拿不回来了 拿不回来的什么概念,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波澜不新 波澜不新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 那基本上过去两年时间恒大的债 地球人都知道他已经死掉了,这个债已经死掉了 所以银行该安排都已经安排过了,这是第1个 这是第1件事 第2件事情 政府不让报道 政府不报道媒体就不写 媒体不写的话,你再大的浪你看不见 但是 这件事情会消失吗 这件事情是不会消失的 恒大破产这件事情 他产生的后果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露头 所以突然有家银行破产了,你也不必意外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这里面的到处都是雷 你不清楚哪个雷爆 那B国员也是一样 申请B国员破产 这件事情本身 对市场冲击还是非常的大 不管官方媒体,你今天看所有官方媒体 意思都是不会破产的,没事的,怎么样怎么讲一大堆 而且把这个B国员,把B国员义正词严的反驳 写的那么这个非常 非常雄壮的样子 你欠债不还,你理亏 所以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的破坏力仍然其实是相当大 房地产市场 持续的在下跌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下跌滑落的速度越来越快 B国员的事件等于在后面再推 就这个效果 路透社前几天有一个报道 小道消息说的是 未来几个星期啊,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 它的核心区会取消限购 这个消息我们之前没有报道,我没有报道原因是因为 小道消息嘛,就不好说 但我们今天正好还顺便再讲一下 这个消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中国的大城市会全面取消限购 全面取消限购,为什么?因为现在限购政策 就两个地方,一个是大城市 还有限购 中小型城市的限购都取消了 大城市还有限购,第一个 大城市的限购也只剩下它的核心区 如果大城市的核心区取消限购 那就等于中国所有的城市的限购都取消了 就这意思 但其实呢这件事情呢 今年年初大家还记得,住建部 把这个房地产政策的权限 调控的这个权限 下放到了各个城市 今年年初 住建部开了一个会 不算正式的讲,但是他讲出来的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宣布就意味着 限购政策其实就已经 结束 因为 各个地方政府都会随时可以取消限购 大家知道地方政府比谁 对房价多敏感 为什么?因为跟他钱包有关 所以地方政府 会想尽一切办法干什么 让房价 回升 取消限购肯定是有利于房价回升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 理论上来说,地方政府理论上他一有权限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去取消限购 但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到现在 还没有全部取消限购呢 为什么呢?因为不敢 为什么不敢 大家知道 地方政府管事的人 对房地产 都是行家 操弄这个行业操弄了十几年 十几二十年 他们很清楚 现在 中国各地的这个房价 房地产市场的市场价格 和初清的价格差距巨大 就是说什么概念 就是现在市场上你看到的比如说一万块一平方 好像交易差不多是这个水平 但其实呢他要真正的实现 房地产平衡 达到初清的这个程度 可能会跌到多少 可能会跌到三四千 现在是一万 可能真正 平衡点是三四千 那怎么办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变成三四千呢?因为他还有各种限购措施 就我们叫市场交易障碍 市场交易障碍让他没办法 进行大规模的交易 那所以呢 市场价格 就还在一个 没有充分体现市场的这个 市场的 这个力量 叫 买卖力量 所以市场价 如果有一天你把所有的市场交易障碍全部撤掉 那市场价格就 市场就会快速交易 那市场价格很快就会跑到 初清的水平 跑到初清的水平是什么意思?就是暴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大城市还没有一下子全部把所有的限购政策取消的原因 就是目的是让交易慢一点 交易慢一点,房价下跌的速度就没那么快 地方政府是真的操心房价 中央政府不那么操心,地方政府操心的原因是因为 他跟他的钱包有关系 所以呢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当地方政府一宣布 撤掉所有的限购政策 那些原来没卖掉的房子就会冲到市场上去卖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越往后 越惨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市场会 一下子冲出大量的卖盘 这个大量的卖盘会把房价一下打下去 所以 地方政府比住建部官员要更明白市场的状况 住建部还有一个新闻消息 是2月27号 他发了个通知 发了什么通知呢,就要求各个地方 编制 2024年2025年 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这个年度计划要根据人口变化情况 来确定住房的需求 安排土地供应 然后呢,住建部说 你各地要引导这个配置资金资源 实现以人订房 以房订地 然后以房订钱 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平衡 防止市场大取大落 他还要求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要明确 各类住房 他的用地供应的规模 用地供应的结构 和区位 还有一个就是 你还要告诉大家 保障性住房 供应的套数 和户型的结构 要把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和住房保障 轮厚时间 纳入目标管理 这个很特别吧 他还要求今年4月30号之前 明年3月31号之前 各个城市 要公布 当年的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这是个很重要的政策 跟上次那个政策差不多重要 非常重要,有几个重要的要点 第1个 保障性住房 和商品房 相同的地位 这是我们之前讲 中国 习近平要把中国的住房制度 住房制度 这个公营化 这个开始往里面 现在开始掺沙子了,这是第一个,第2个 年度计划不是说说算的 他会成为 地方政府调控市场的工具 这是第2个 第3个 现在做这个动作 这个住建部 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 他的用意是什么 他的用意叫未与筹谋 就是 我 我看的现在这个情况 为了给大家 调控工具 我让他先把这个动作做起来 叫未与筹谋 在我看来就叫雪上加霜 为什么 因为市场在暴跌 市场暴跌 市场暴跌应该怎么办 停止土地供应 对吧,停止土地供应,那你才能够应对市场暴跌 地方政府能不能停止土地供应 地方政府不能停止土地供应,为什么 不工地他吃傻,不卖地他吃傻 所以地方政府都在积极的卖地 那你出了这个政策以后,地方政府 卖不卖地呢?卖地 我原来悄悄的卖就算了,你还让我出公告 你还让我出这个 向社会公布 你这不是拿我 放在火上烤吗 这就是中央政府做事的态度 就不管地方政府的死活,地方政府 这肯定是骂骂咧咧 骂咧咧咧,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他很难过 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今年会继续跌 只不过大家的跌幅不同 相同的是什么?相同是成交 成交也会暴跌 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是 成交暴跌导致的房价暴跌 大家记住 不是房价跌导致成交跌 是先是成交下跌 最后导致房价下跌 那么最近深圳出了个事,有个楼盘,昨天有网友说了 叫西月台,西月台降价促销,结果被老业主抗议 那这个房子的原来是卖4万 最近的他们准备降价促销,卖2万多 卖2万3 卖2万3那个老业主就不行,他说你这样的话我就投诉你 就是到处去告 那赶紧说我不卖了 但实际上他还是要卖 那就没有卖到2万3,2万3,2万4那么低 他可能卖2万7,因为他差不多已经是县房 这种纠纷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其实 没有停过 就是老业主跟开发商 开发商会不断的要去库存,必须要降价 他不降价卖不动 他一降价老业主买了的人那肯定就不干 这件事情反正就是 就是一个打字 1月份成交还是下跌 1月份的二手房价跌了0.8%,新房是跌0.5% 房地产中介平台叫乐有家 乐有家的统计数据显示 去年前年全年 深圳的二手房成交只有33,000套 非常少 以前一个月就一两万套,现在全年只有33,000套 二手房的成交价 从21年的高峰最高峰的8万 均价,二手房的均价最高峰21年8万 一平方 去年跌到多少6.5万 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 就是二手房成交价 成交价的均价 这个比国家统计比较准确 那么跌幅接近20% 那这个房价的水平是差不多是19年的水平 房价水平 那现在 一线城市 回到了2019年左右的房价水平 那二三线城市你再往前推吧 再往前推吧 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就讲那么多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老了王,代表墙内不方便的网友,请王先生喝咖啡 过去两个月经历母亲去世 我回台湾膝盖开刀,感谢听您的节目,让我心情平静 并且找到一些温暖 谢谢老了王 谢谢老了王 也希望老了王能够 平静 真的平静 感谢网友如Edgar Yu 马克 柯妈等慷慨赠送会员,在这里一并问候 谢谢老了王,谢谢,问候你 乌拉草,谢谢 观点,墙内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有趣 一场战争除了作战目的的正义性 带来的士气问题外,最关键的是 能否维持士兵的现代生活,包括饮食娱乐 居住环境等 俄罗斯士兵的世纪低落的原因 是他们作为入侵者 被国家从现代化生活中拉到了条件恶劣的战场 时速娱乐无法保证 而乌克兰则没有士气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现代化生活 被乌克兰入侵者破坏了 对他们而言只有赶走侵略者 才能恢复现代化生活 在这一点上美军发展强大的后勤能力 就是为了维持前线士兵的现代化生活 从二战起就是如此 烤肉可乐冰淇淋送到前线 这被中共长期讥讽为少爷兵 可见中共的战争思路跟苏联一样 根本不考虑士兵的士气 假如习脑袋抽风真的发动对台战争 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中共手下的士兵虽然必然无法维持现代化生活 士气低落 而台湾人正常的现代化生活被打破 抵抗意志会非常的强烈 很独特的角度吧 我们的网友很厉害啊 很好啊很好 观点 解放军真正的问题是一 不是国家军队而是党卫军 二 解放军的腐败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是的 解放军的腐败要挑战你的想象力 古俊山大家记得古俊山吗那个总 总装备部的副部长 卡车拉金条 卡车拉金条卡车拉那些 那些现金跟金条 这个超出你的想象挑战你的想象 第三 共产党军队日常训练就是训练身体数字 而真正的军事训练少得可怜 身体数字也训练的很少 跟美军没办法比 真的没办法比 比如一年射击实弹射击一个士兵 不到20发 打20枪打完了一年子弹打完了 那么现在当兵的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真的开战谁会主动往前冲 第5 现在当兵后复原和社会非常脱节 见过好多复原军人 连基本的社会常识都没有 提问 最近听了很多黄雅生 和许成刚的访谈 黄教授多次表达邓小平非常伟大的观点,我理解他认为 从客观上来讲 邓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一代中国人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但我认为这种观点 刻意的忽略了邓所做的一切 做一切的动机 相反 相反 许教授全盘否定中共的一切,包括邓 其中一个原因是邓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一个独裁政党的存活 不得已的行为 如同王先生昨天提到的观点 如果邓处于习的位置,他很可能会做和习差不多的事情 我想指教王先生的看法 我基本上是同意,我同意许成刚的观点 我也这么认为 我原来觉得,我原来的看法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观点会不断的改变 有些人经常讲 你哪年哪年讲了一个什么什么观点 你现在怎么讲这样的观点呢?是的 我们的观点会改变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认知会改变 请不要用以前的观点来反驳我现在的观点 这是第1个,第2个 我也是这么觉得 以前我也是觉得 邓小平改革开放 这个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但是事实上你从习近平的行为就看到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 就是从邓小平 到江泽民 到胡锦涛 到习近平,他们都是一路的 他们放在第1位 所有一切排第1位的 是中共的统治 中共的政权 所有和这个相冲突的全部都死定 全部都干翻 他们不管一切 先保住政权 这就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 他们一以贯之的 这个立场 和他们的宗旨 改革开放,老百姓得意,那是顺便 但是顺便 那是结果 那不是动机 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保政权 所以我是同意这个许晨刚的观点 现在不仅仅是许晨,我认为这个理论界 一大部分已经改变过来,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改变了很多人的观感 习近平最终 把这件事情的本质 翻给大家看到 提问,昨天媒体报道,苹果公司放弃电动车的项目 王先生认为会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苹果认为目前电动车市场已经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吗 电动车 电动车已经是红海了 电动车已经是红海了,不是蓝海了 那他为什么要进入这市场 对吧 他就要进入一个蓝海市场 他要获得 因为苹果的利润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他进入一个红海,他利润率会拉低的 电动车市场 中国是不是 中国是价格低 作为一个竞争策略,中国的电动车 竞争力最强大的地方就是两个 第1个就是价格 第2个是没有底线 没有安全底线 没有安全底线谁争夺过你呢 对吧,你一会儿这个电池自燃 一会儿这个刹车失灵,你怎么搞 你在这个问题上你都没有底线 你连这个骑马的这些测试都不过 你用这个二手车的方式进入那个市场 完全没有底线 那当然没有人竞争得过你 对吗 对吧,你不把这个乘客司机的 性命作为第一优先的话 那谁竞争得过你 中国的车企竞争不过的 所以为什么他要用二手车的方式 去出口,原因就是 他要回避这些限制 那其他的车厂不是啊,其他车厂要 要确保安全,确保这些,确保那个,符合这个规定,符合那个规定 理解吗 别以为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很厉害 你看吧,这件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提问,当年川普和拜登大选的时候 官方经常发出声音 拜登因为孩子在中国有生意,所以拜登上台会废除川普的制裁 而大选的时候共产党也有运作 帮拜登上台有吗 我不觉得 可是拜登上台之后对中国变本加厉 共产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分析错误 当年大选 中共帮助了拜登吗?我认为你这个判断是不对的 我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不觉得是这样 我不觉得是这样 观点,听到一种声音 很认同 银行贷款只是旧项目,不是旧公司 韭菜不买房,大开发商都够呛 银行贷款 旧项目 银行贷款不旧项目 既不旧项目,也不旧公司 理解吗 就是你活着 我才给你 你要是活不下去了 我不会给你贷款 项目也好,公司也好,都是这样 银行的基本原则,这是银行的基本原则 谁都不救 理解吗 不是他要救你 请问怎么打破中国人就是代表中国 就是 代表共产党,啥意思 中国人 就代表中国 就代表共产党的迷思,啥意思 大部分国人我一聊天感觉他们就代表共产党 然后就无法沟通了 你无法告诉他们中间的不同 他要代表共产党 你改变不了啊 他要代表中国,你也改变不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你怎么去改变他 你不用改变他,你为什么去改变他 你不用改变他,他愿代表谁代表谁 你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不跟他沟通啊,你发现他代表这个代表那个,你就不要跟他沟通 就是了 为什么 沟通不了 我没办法教你怎么去改变他 对吧,这改变不了,真的改变不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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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